現在倫敦的情況好像比較嚴重 數字好像意大利那樣上升 我覺得回來香港會比較好 奧美多國爆發新冠肺炎疫情 在這些國家留學的香港學生陸續回來避疫 不過他們同時有帶病毒來香港的風險 因此專家估計本地感染數字可能會一直增加 短暫封關是大方向 如果一些學生在英國或其他地方上機 他們應該是無銷沒有什麼症狀 否則都很難上機 相對他們的風險就相對沒有那麼高 加上他們香港是有地址 做回一個家居隔離 對這班相對低風險的人士都是一個可行方法 我們也擔心他可能會將病毒帶入社區 所以強制家居隔離14天是一個釋放做法 他在家就千萬不要靜靜走出街 還有如果有些發燒或呼吸道徵狀 應該盡快聯絡衛生署 不過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 就相信部分回來香港的學生已經受感染 如果一到步就回家 可能會傳染給家人 而家居環境又未必能夠安全隔離 如果不倒截 感染人數可能會大幅增加 擔心兩個星期後香港會淪陷 他認為政府應該安排到步的留學生 集中在特定地方兩至三天 量度體溫及做檢測 之後才家居隔離 建議政府徵用已落城 但未入伙的屋邨或酒店作為檢疫中心 東網記者隨其揮不動